当时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就呛马英九政府说 活动诉求只有一个 就是重启谈判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蔡英文 双手奉上无条件进口 我们连最基本的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国际压力还有国民健康之间 当年的政府还是会多一点点民意的考量 为了民意 为了国民的健康 多少政府要顶住国际的压力 在两次政党伦契的三位总统之间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他们在对于进口美国猪 还有牛肉的决策考量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谢谢主席 有请苏院长 请苏院长 院长早 今天我要跟您探讨美猪美牛的政策议题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从来没有听过院长 您对于开放进口美猪美牛的政策 有过完整的政策说明 待会呢 我会给您十分钟的时间 让你把整个的政策说明白 待会我们就不要你一句我一句 因为索碎的质询是没有办法看到政策的全貌 院长您同意吗 好 谢谢 首先呢 我要先对困扰台湾将近二十年的美猪美牛进口的问题 我用一个时间轴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归纳 这样有助于待会我们的探讨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两千年起 民进党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期间 美国牛肉的开放或者是禁止 主要的原因都是狂牛症 二零零五年四月 谢长廷内阁恢复了美国牛肉的进口 但是六月 再度因为狂牛症的因素 又禁止了美牛的进口 到二零零六年的一月 苏贞昌内阁也就是您 开放美牛进口 但是还是因为狂牛症的疑虑 仅仅限定进口三十个月龄以下的小牛 并且禁止带骨的牛肉进口 2008年政党轮替了 2009年 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 跟美国签订了台美扩大美牛进口议定书 同意扩大美国牛肉进口 但是由于民间团体还有在野党的反对 又修正排除了美牛的内脏的进口 2010年的一月 我们在立法院也通过了 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我们进一步排除了美国牛六个高风险的部位 不可以进口 这六个部位分别是头骨 脑 眼睛 骨髓 脚肉 内脏 并且我们还通过决议 严禁三十个月龄以上的牛脂 以及相关的制品进口 当年国民党政府要扩大美牛进口 引起了民间极大的反弹 在台南县政府主办的反毒牛大游行活动里面 当时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就呛马英九政府说 活动诉求只有一个 就是重启谈判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蔡英文 双手奉上无条件进口 我们连最基本的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了 院长 这个是当年在狂牛症的疑虑之下 政府进口美牛的决策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莱克多巴胺的政策时间轴 2001年民进党的全水扁政府 开始审查莱克多巴胺 除了交给专家小组评估 是不是适合作为饲料的添加物之外 还有农委会委托学者进行动物实验 经过了五次专家小组的会议 在2006年的10月 苏贞昌内阁也就是您公告了 禁用含莱克多巴胺在内的四种瘦肉筋 可是几个月之后 也就是2007年的8月14号 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的沉水扁 他还是向WTO预告了 台湾政府要准备解禁莱克多巴胺 并且要制定最大的残留标准为10PPB 而这一次的预告遭到了民间团体 还有在野党的反对 所以陈水扁并没有实施 2012年国民党执政 马英九再一次提出政策 要允许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进口 这一次又引发了民间团体 还有在野党的反弹 当时陈冲内阁 他因此提出了三管五卡的政策 6月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占据了立法院的议场 总共是五天四夜 民进党口中喊出 坚持领检出 后来立法院也召开了临时会 一直到7月25号 国民党以人数的优势 通过了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以7月5号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所颁布的肉类 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 10PPB为基准 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进口 但是美国牛肉的内脏 还有其他动物肉类包括猪 还是要维持领检出 2013年的3月11号 台美双方进行贸易谈判 当时传出了美猪可能要开放进口 这引起了在野的民进党的抗议 民进党当时表示 只要开放瘦肉筋美猪进口 马英九总统就必须下台 院长都快20年了 我们回顾狂牛症 一直到莱克多巴胺的政策决策的过程 我在这里归纳出三点 第一点 不管谁执政就倾向开放进口 而再也就严禁进口 第二 当时的政府 即便是开放进口了 也都是有条件的开放 比如排除高风险的部位 排除三个月龄以上的美牛 还有三管五卡 进口牛不进口猪 第三个 在国际压力还有国民健康之间 当年的政府还是会多一点点民意的考量 为了民意 为了国民的健康 多少政府要顶住国际的压力 比如说 2007年的8月 陈水扁向WTO通报了台湾 准备要解禁莱克多巴胺的时候 但是却又因为民意的反对 而没有实施 又例如2009年 马英九跟美国签订了台美扩大美牛进口的议定书 但是因为民间团体还有在野党的反对 马英九政府主动把政策修正为 排除美牛的内脏进口 而立法院当时还通过了食品卫生管理法的修正案 我们再一次排除了六个高风险的部位 不可以进口 而且决议 严禁三十个月零以上的牛资 还有相关的制品进口 这些回应民意的反对的修法 虽然抵触了所谓的台美扩大美牛进口的议定书 美国也因此延后了台美提法次长会议 作为报复 可是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在修法之后 他说 为了要确保国人的安全 而致台美关系受到冲击 朝野政党还有行政机关 应该要共同的面对克服 院长 蔡英文总统这一次宣布 开放美猪美牛 让大家包括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种无条件的开放 其实已经脱离了我刚刚说的近二十年来 美牛美猪进口政策的轨迹 原本在政策天平两端 要求取平衡的国民健康 还有美国压力 现在已经完全的倾向 美国在两次政党轮起的三位总统之间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他们在对于进口美国猪 还有牛肉的决策考量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我看到了 我看到的是蔡英文跟陈水扁 还有马英九最大的不同是 蔡英文的心里面 只有美国 没有人民 同样的在这个政策的轨迹里面 院长 您也留下了几次非常重要的足迹 所以在今天我很想聆听 您完整的说明 现在您为什么不限制高风险的部位 现在您为什么不三管无卡 现在您为什么没有附带限制条件 而现在的您又为什么完全的向美国的压力屈服 院长 您有十分钟的时间让您说明 请 很谢谢委员这样子认真的整理 相关的资料 确实点出这一路走来 执政的政府所考虑的方方面面 也看出整体国人对于实案的要求 政府不敢松懈 无论谁执政 谁都一定要负责维护人民的安全 同时在野党也都尽力 不管谁在野 那今天委员整理出来的相关数据 虽然我没有办法细看 但整体听起来沿路过程 确实是这样子的发展 甚至于有时候在执政的时候讲的话 到了在野不一样 有时候在野讲的话到执政也又不一样 确实也都有变化 但我整体的来讲 以现在最后结论 如果委员说蔡总统心中没有人民 只有美国 这不正确的 我和蔡总统就这个问题整个的谈 蔡总统绝对把台湾人民食品安全放在心中 当然蔡总统也有责任 要把这多少年来 台湾跟美国之间 这个贸易障碍要排除 台湾才能大大走出去 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执政者 扛在肩上 面对在前面的问题 这也是事实 而今天 蔡总统做这个宣布 也不是突袭 而是在8月28号宣布后 相关部会 按部就班 一定要把维护人民的安全第一 要把跟美国的贸易障碍排除 让台湾的猪肉还可以消出去 这我们要创造三因 所以谢谢委员指教 我们把这三点我给委员做说明 也借此向国人同胞做报告 最重要是谢谢委员让我完整的讲 作为行政院长 我要对立法院负责 作为一个台湾人 作为一辈子从政的公职人员 我不看重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我看重我自己 是不是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人民 今天哪怕我在当在野的党主席时 当国际标准Codex 在2012年7月5号出来时 我在7月8号就站出来说 民进党是个理性的政党 国际标准出来 我们尊重 我们也会继续保护国人的健康 监督政府 我当年态度这样 今天态度依然如此 但今天我要保护国人的健康 是不是我做得到 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我要负责做到 所以我已经要求相关部会 从源头到餐桌 通通要做到 我们进口海关 绝对除皮检查 绝对照国际标准科学证据来 同时你进口的肉品 沿路标示跟着肉种 不能有任何韩服 我一定沿茶沿半 第二 我台湾的猪 我自己来自农业县 自己养过猪 我非常建筑 台湾的猪肉 从养猪场到屠宰场 到猪肉摊 一直到小面摊 也是一样 肉品跟着标示 连在一起 让人民清清楚楚 第三 对于人民安全 这一个界限 我用法律强制 在安全标准容许的范围内 商业行为 我尊重市场机制 所以 我不能 超过这一个国际标准 如果我用国际标准 至少 我又定更严格 我又另立一个标准 那这个话不用我来讲 上次 马政府的时候 他们也讲得清清楚楚 这会被国际报复 这跟WTO的规范不同 等等 这些道理 今天报纸上也分析得清清楚楚 谁讲过的 逐字都有 我们不用在这里辩驳 而 我不另立标准 但 我一定在这个国际标准里面 守得住 同时 我 看到 民间的进口商 说 现在 事情已经大家全国注目了 我们作为进口商 过去没有进口含乃克豆巴胺的猪肉 现在也不会进口 未来也不会进口 这是 有超过九成四战力的 进口商 已经明白宣布 进一步 他们也说 他们进口的猪肉品 他会完整的上面标识 我没有来磕头巴胺 这样人民看得清清楚楚 这也要求政府下令包装 政府不能用命令 就超过国际标准的来令力标准 但民间愿意这是自由的贸易行为 这是商品的品质标示 这政府乐见 但 总算如实 政府还是严查严办 从进口的竹批茶院 一直到肉品 标示跟着走 一直到市场摊商面谈 我们都一定查 你这个进口的肉品 进口一公顿 这一公顿化成多少公斤 最后到哪里 我们一定严管 我作为行政院长的第一天 去年1月14号 我就在飞机场 海关要求百分百查 一直到今天 我锁住了非洲租瘟 所以我有这个魄力 我有这个能力 我的团队有这个执行力 我向国内同胞保证 未来 我依然如此 甚至 今天谢谢委员 特别给我时间 我在这里 公开讲 我昨天再一次主持 美猪美牛的专案会议 我要求 现在 哪一家进口 哪一家多少 进口它会申报 我海关会盯紧 同时我跟国内同胞报告 今天 有多少家 要进口 从哪一国 多少 都让国内同胞 一块看板 清清楚楚 所以 未来 用不着 去欺骗 一切透明 安全第一 进一步 我也跟国内同胞报告 我们 台湾一定要走出去 或者锁国下去 就没有未来 我们靠贸易立国 我们关根美国贸易 去年一年 两兆四千三百亿 如果我们不排除贸易障碍 我们走不出去 还有 我们被人家越来 中国越来越锁住你 因此 我们要加入 CPTPP CPTPP的 所有的国家 通通准许 含来客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我说 我台湾就是不行 那我们怎么去争取加入 所以 谢谢委员 我不敢多占时间 谢谢委员 让我完整的讲完 就是 第一 食品安全第一 第二 要走向国际 第三 我也一定照顾 国内的养猪产业 让国内的养猪产业 不但品质提升 而且还可以赚国际的钱 今天 蔡总统 也是这个心意 我负责执行到位 还请委员 多多支持 只讲 好 谢谢苏院长 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没有关系 如果你可以再让我讲 我也讲 不过我看你的 这个我好像时间到 所以我不敢再讲 谢谢委员 能够这么完整 让我总算讲这样 但 我是一直觉得 无论再吵再野 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我们台湾 大家合起来努力 就如同 这一次 抗 防疫 你看 台湾 可以是世界的福地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好 非常谢谢苏院长 您刚刚十分钟的论述 坦白说 全民都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我不予置评 但是呢 在这将近二十年的轨迹里面 您有非常多的政策守住 而我也在这里 我看到的是 所谓的国际时评法典委员会 10PPB 现在也并没有改变 然后2006年11月份 您公布的 莱克多巴胺 到目前 依然是尽要 所以呢 您刚刚讲完您的看法 我现在讲我的看法 我这一次对于 无条件开放美猪美牛 与台美关系的关联性 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个 对于你们一直在说的台美关系 是史上最佳的说法 我没有办法认同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美国卫生部长访台离开之后 台湾立即双手奉上全面开放美族美牛进口 台湾今年一直往美国靠拢 而美国马上就一张一张昂贵的武器清单 丢给台湾买单 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甚至于连清单上面的武器项目都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 根本没有所谓的台美关系史上最佳 而我认为只有 美国勒索台湾史上最顺手 第二 我对于你们所谓 刚刚包括院长你也说了 为了要争取进入国际经济的组织 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美国 这样子的策略 我也没有办法认同 原因是因为 当年台美扩大美牛进口 引起了非常大争议的时候 而一向对台湾非常友善的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斯图文 他在美牛争议的期间 他也曾经公开的说 台湾用瘦肉精领检出 作为禁止美牛进口的争议 是台湾实施贸易保护的具体象征 是台美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障碍 这更加阻碍了台湾加入TPP的愿望 结果呢 川普一上台 就率先退出了TPP 而TPP缩小成为只有以日本为主的CPTPP 国际形势 国际关系 院长是动态的 我们怎么可能全部压保美国 而美国只要一翻桌 我们连最基本的筹码都没有了 院长在这里要提醒你 跟着美国就好像大荧幕 现在这一只驴子 永远要做苦工 永远吃不到胡萝卜 院长您刚刚十分钟的论述 包括这一阵子 你谈到这个美猪美牛的讲话 坦白说 我听起来怪怪的 您的说话有一点僵硬 有一点自视 您是不是受到 某一种无法形容的牵制呢 最后 我想要讲的是 面对美国 蔡英文政府 我们如果卑躬屈膝 这会让人民非常的痛心 因为以前坚持零减出 就是你们一直不但在说的 因为以前你们也说过 如果进口美猪总统就必须下台 所以现在我们的政府既然不敢抵挡美国 你们所谓的这贸易障碍的恐吓 那么在这里呢 我觉得是不是就由人民来抵制美猪 美牛 还有所有的美国农产品 让人民来当政府的后盾 也当院长您的后盾 我想 这应该是您现在最想说的话吧 院长 您笑了 我今天的咨询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